第幾個鄉 賀金川 五代紀錄的公農廟是全台灣相當和這塊祖宿長期的廟物 信徒都尊重長期露牙 在這個農曆的五月齊衫就是長期的聖誕春秋 信長特別基盤就發揮 為它來祝福 在此又特別來基盤的貴會科技 為信長祈求民安 農曆的五月三號 就是長期的聖誕 在這鄉鄉的附近村 中一座臺灣較早期 主要奉書長期的廟物 公農廟 當地的信長 也都先好為長期的樂牙 所以信長 也在五月三號的時候 為長期樂牙來職修 今年我們廟房一直都沒法通編 因為我們幾乎的關係 我們都沒法通編 說我們要辦過程 但是我看來今年 廟房還有很多人 可能覺得很奇怪 可能大家都會主動 對啦 太大人了 因為當地的過關是幾乎人來的 所以沒辦法通編也是這麼多人 公農廟主委 莊茂宏就標示 因為收到以前的公農廟 公農廟 還可以說是 算台機的座廟 因為我們這裡的公農廟有一個座廟 是公農廟 公農廟 公農廟 所以說我們不是公農廟 公農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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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農廟主委 莊茂宏就標示 公農廟主委 莊茂宏就標示 當時也記憶這段疫情 早就過了 世信新聞 陳醫生 第幾乎 蔡宏報道 讓醫療量能能夠保持順暢 病患獲得最妥善的照顧 如果你是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 居家檢疫者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不用怕 請連結視訊診療 由醫生直接看診 以及通報 就會收到衛生局 以及疾病管制署的確診檢訊通知 然後主動連結中央疫調回報系統 就會收到居家照顧隔離處置 記得資料填寫 一定要正確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類人員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一樣 不用怕 將你快篩試劑包好 攜帶健保卡 自行開車或由家人載送 全往四大醫院防疫門診 做PCR檢測 報告未出來之前 請在家一人儀式 以家人分開 請勿恐慌 如有呼吸困難 氣喘 胸悶 以及持續的胸痛等緊急狀況 請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醫院診療 最後 我要呼籲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問題 可撥打關懷中心的電話 05 362 1150 由專人為你服務